为什么梁祖出现以后 你看到现在还有一个超过梁祖的没有 你听过没有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没有 写过没有 写了但是都没有超过梁祖的 这什么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中 我也得到这个结论 南娜何正豪 天才 陈刚天才 再没有比他天才认识 到底为什么 就是直渡文中文识 思考 再回到中文语洋化的问题 向有梅领了一个头 从理论上 他认为是一定要洋化 那么做的人呢 有没有 有 谁呢 也是非常出名的 拉尔夫出身的 刘天华 听到过没有 听到过没有 应该听到过 刘天华 我们小时候 我拉尔夫妞 我都很崇拜他 因为他写了十首 二副曲 他也会弹琵琶 写了两首 琵琶曲 当年我们都很崇拜他 直到现在 还把他当做一个主事业 但是 后来我们慢慢 到了香港以后 慢慢思考思考以后 我觉得 他的路子 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 他音乐思想很出名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应该提取而采取固有的精粹 那就是 这是我解释 就是传统的 固有的嘛 就是传统的 和外来的潮流 就是传统的 融合 和合作 这他也要拿 来发展中国营养 这话看来是没错 但是呢 他错在哪里 错在固有的精粹 你找到没有 你拿出来的没有 没有 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 他 就是把 北京不天桥嘛 天桥当年呢 卖一打锣鼓的勤劳 他家里的企图 这我看到是 其一 其二 他也曾经 在一个 江苏一个 政治上面 找了一个人 拉尔胡 很出名 拉尔胡的 去学 刘天桥 他十十二幅曲子 最出名的处女座 就是病中淫 他的病中淫 出来以后很出名 他也地位高了 当然他出名 还靠着他哥哥 他当时在乡下 他早兄刘半龙文学家 在北大 很有名 很有名 北大 他就把 刘天花 请到北大去交 夫妻 这命运就是不一样 这命运就是不一样 他跟那个 写处女座 他死线 是跟一个乡下的那个 叫周少梅的 学了 其中 就有六 只不过 是前半部分 他学了以后 我认为他是拿去发展的 因为我认为有朴子 周少梅原来的朴子 人家 他的邻居 我就采访他 这一对比就怎么回事 所以我感受 他是借了周少梅的朴子 创作了 继续发展的创作这一首 叫创编吧 或者叫编创 编了 再去创作 其中编创比较确净些 那么 他这首曲子出名以后 就接着一路写了 一个写的十首二幅曲子 我们差不多都拉过 主学生都拉过 进音乐学院都得拉了 所以后来我思考过的时候 重新认识刘天华的时候 我发现 这十首曲子 除了第一首《病重营》 还有点地气接地气 有点泥土味 后面的一首匕首扬 一首匕首更扬 变了味道了 甚至可以说 不是二虎曲 就是小提琴 一首匕首的音乐 因为什么呢 他长期地跟 学过小提琴 就这么多了 所以他那些曲子的思维 音乐思维全是西方的音乐思维 所以我说他一样 所以开始 对他怀疑以后 我就开始重新认识他 那么不但是我 还有极少一部分人 你要提出这个观点 一般没有市场 我也没有多讲 我就写我的史上 但是在八十年代开放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德国留学生 去找了我们的老师 教我们作曲的 《湖灯跳》 一般来讲你们不知道 他专门搞民主音乐作曲 叫《湖灯跳谷乐湖》 登山运动员的灯 跳高的跳 他说这个德国留学生说呢 他说我听得你们刘天华的东西 好像不是我们欧洲音乐 他也听 他没去过欧洲 那个是八十年代的 我老师一听了 他就写信告诉我 我离开学校 我跟他一直有联系 书信交流 跟他请教问题 那么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 就是更进一步 让我思考这个中国音乐 洋化的问题 过两年 一个英国留学生 大概八十年代 也找他去 他听得快点晕了他 那个留学生跟他说 我听得你们刘天坊那个光明行啊 就像我们英国一百多年以前的音乐 这下场给他很大的很重要的思考 所以从这些问题来看 我们像西方音乐学习的事 应该要学 所以我说 作为我们中国人真正开放的话 应该是像世界上任何优秀的文化 包括音乐文化的学习 但是千万不要忘掉了我们本土的音乐文化 这是我们的根本 学习西方文化 任何世界的优秀的音乐文化 那是为了蜂蜂我们自己 并不是要否定我们自己 我觉得 印度人非常充裕 他的音乐学 就叫印度音乐 嗯 你是印度人 你又不学印度就算了 当然不反对学西洋音乐 可以学习西方的音乐 可以进行中国的民乐的创编 但是我们不能把创编后 融入西方 或者是欧洲的音乐元素的东西 说这是我们民族的 也就是我们民族本土的 就是最原始的这个东西 已经就像勾兑过的酒一样 不纯了 多少年人给他放得下 为什么在世界的卫星 第一颗卫星上面 放到我们中国古琴音乐 真正懂音乐 他知道中国音乐是 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所以在三十年代 就有每个小学生家 他耳闻不多 他专门来中国 找了我们中国音乐的大家 杨音流先生 可能你们不知道 杨音流先生 这是缴活起的中国音乐家 他找到他 他就带着他去听 无锡的民间音乐 听无锡的十番挪鼓 听了这个美国鬼子 晕了 他五六个人 就像奏一部交响乐一样 过了不到一年 他又到中国来 还找到杨音流 干嘛 还要听这个 这就说明这个 从这个意义上面讲 音乐是世界的语言 同行是世界语言 他懂音乐 所以他还要听 当然我反对说 音乐本身就是世界语言 这是不对的 音乐的流传是世界语言 为什么中国音乐 有中国音乐 多少首谁都说不清楚 为什么 他语言太复杂了 对吧 单单广东音乐 就有两三种 汉音乐也属于广东的 朝鲁音乐也是广东的 你怎么说 因为他语言不同 朝鲁话我们比听英文还大吗 我们去过朝鲁 真的听不懂 中国音乐太复杂了 所以呢 这种复杂是好还是不好 应该说是好 为什么 因为音乐的复杂 说明音乐文化丰富 你多一种选择 有什么不好 作为我们搞专业音乐论来讲 应该对任何音乐一视同样 但是作为更大多数的 应用爱好者来讲 他有选择的职用 我喜欢听朝鲁音乐 他喜欢听江老师主 你没权力干涉他 但是我搞专业音乐论 以自己的爱好者否定 这是绝对错 其他听众 应该爱好者 那是绝对是正确 好 那么现在又回到我们 音乐的西化问题上面来 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 大部分都不是的 都不是地道的 中国民主音乐了 很多都强调原指原为 原指原为 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音乐教育的问题 还有中国的这些年 就是经济的高速发展 还有文化也讲 文化快餐 所以这样很多 它就是不能够去沉下来 但是文化快餐呢 如果你底细煮 也可以 当然可以煮到这个快餐 快餐说实话吃多的并不好吃 麦当劳你们吃几餐 对吧 连到那里吃两天你吃的时候 吃什么的 吃饭我们有个品味 在文化上面更有个品味 那你的品味在哪里 我们应该把品味放到多远方 多远方 这是根本 但是现在你来看我们的一个作品 大部分都已经细化了 皮鞋 我们叫皮鞋 皮帕鞋奏曲 胡鞋 胡金鞋奏曲 真鞋奏曲 很多都是按照西方音乐的形式 西方音乐的思维来写的 所以中国人应该要有更多的这种文化自信 从历史上来讲 是值得去有它值得人骄傲的地方 它这种厚重感 几千年的文明和历史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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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